郑達志醫師陪媽媽上教會的合影 成了生前最後一張照片 白髮人送黑髮人 讓人心碎 郑達志在南加州教會槍擊命案中 蛇身擋下三顆子彈 獲得台美兩地聲援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張宣信 發起募款 要作為郑醫師家人最強力的後盾 大部分可能會到郑醫師的 這個子女教育基金 甚至是生活的生活上的幫助 由教會發起的募款 原本設定十萬美金達標 要幫助郑醫師與另外五位受害者 各界湧入愛心 衝破十四萬 達台幣四百一十七萬 同樣也有當地民眾發起募款 以二十五萬美金為目標 結果不到一天就有超過一千多人响應 募得超過二十萬美金 將近台幣六百萬 回憶起和郑醫師的互動 張宣信坦言雖然不多 但可以感受到醫師的孝順 以及正能量 如今醫師劫難後留下母親妻子 和正要進入UCLA 攻讀醫學育科的兒子 以及念高中的女兒 令人相當不捨 政達治醫師平時除了行醫 也會在社區教導武術 或是擔任地方中學的醫學志工 獲得大家喜愛 如今英勇相救卻不幸遇害 親切笑容 永存大家心中 機器人的一節 潘英廷報導